大家好 我是分析师Cecilia Chen 欢迎来到今日GoldMarkets美日财经点评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澳洲央行开打连续两个月不加息 澳洲央行是在放大招 就在刚刚的8月澳联储利率决议上 澳联储宣布继续维持利率 在于6月以及7月一样的水平 4.1% 这是全球加息周期以来 首个连续两个月不加息的主要央行 在大部分财经平台的经济日历板块 市场的预测都是4.35% 也就是说本次暂停加息是不符合预期的 但是实质上如果我们关注 澳洲本地的经济数据及分析 就会发现实际上本次利率决议前 市场就是比较个值一词的 尤其是在7月的后半个月 有比较多的澳洲经济数据出炉 这些数据不同程度上的影响了市场 对澳联储加息25基点的预期 在7月末 其实ASX利率观察工具认为 不加息的概率是达到了90%以上的 让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7月是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和数据 首先是澳大利亚的就业数据 我们此前分享过多次 加息抵御通胀是希望经济有轻微的衰退 其中重要的经济衡量指标之一 就是要提高失业率 让失业的人变得稍微多一些 而澳洲的失业率则是仍然维持在 197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3.5% 极低的失业率有可能使得劳动力工资迅速增长 造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胀 失业率数据可以说是完全支持澳联储8月加息的 因此当时市场对于澳联储加息的预期 是从前一日的25%增长至43% 但是在7月的最后一周 市场加息预期骤然下降 这主要是由于澳大利亚二季度CPI年率下降 澳洲的通胀出现了超预期的缓和迹象 另外一个就是零售销售月率值是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0% 直接是达到了负值为负的0.8% 这代表加息下生活成本的上升 已经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和支出 那么因此这两个数据叠加是支持澳联储8月不加息的 在本次利率决议前 ASX利率观察工具给出的预期会加息的概率只有8% 所以如果我们从澳洲经济数据来说 我们认为这次暂停加息并不算完全意外 受消息影响澳元对美元一分钟下跌36.2个基点 而澳股受风险偏好提振 澳股指数则是跳涨 那么后续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 连续两个月不加息的澳联储政策转向 是不是真的要来了呢 根据此前CBA预测 澳联储将在本次8月1日的会议上加息至4.35% 达到峰值 而澳新银行目前还不愿意放弃其4.6%利率峰值的预测 当然本次不加息的决议以后 四大行也有可能随时更新他们的看法 但是目前确实也有证据支持澳联储后续可能还是会加息 首先还是来看在本次澳联储的声明当中 提到目前的通胀仍然是高于目标区间的2%到3 出于加息对经济的影响是有一定的时间延后的 本次暂停加息也是为了等待更多的数据 与澳联储目标2%到3的通胀水平去相比 目前6%的通胀可能还是太高了 尤其是服务业和租金这两项的通胀 6月的服务业通胀数据6.3%是创下2001年以来的最大增速 此外也想跟大家回顾一下全球主要国家的利率及目前通胀情况 通过对比主要国家利率和通胀情况的图表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在上周美国和欧元区是分别再次加息25基点的 但是如果从通胀情况跟澳大利亚来比较的话 美国的通胀3%是远低于澳洲目前的5.4% 而欧元区的通胀率5.5% 也是和澳洲相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也就是说在通胀与澳洲相近 甚至于通胀率远低于澳洲的主要国家 仍然是采取了加息的手段来坚决抵御通胀 包括上周五日本央行一直以来坚持超级量化宽松的日本 也是对YCC利率曲线控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 我们认为这是市场判断澳联储未达到利率峰值的主要原因 那么后续基于美国软着陆梦想逐渐成真 美国上周加息25基点 而美国方面强劲的经济数据 以及前面我们分享的澳洲通胀数据明显下降 零售数据不佳 使得澳元弱美元强 澳元对美元在7月后两周是连续的下跌 跌幅达2.8% 尽管周一澳元有所反弹是回到了0.67这一水平 但整体看澳元对美元的位置还是处于比较低的 叠加今日的利率消息 后续预计澳元还是会维持区间盘整 下方支撑可以看向0.65958 阻力0.67 好了那么今天就是我们的分享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加转发 谢谢